美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把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当成口头禅 华春莹堪称中国外交部大外宣两大支柱之一 但最近中国深陷武汉肺炎风暴 她不但被网友发现创建了推特账号 居然还按了习近平下台的赞 从截图上可以看到 华春莹在推特上按了这篇 习近平请你下台向天下苍生谢罪的赞 而当时她的推特账号已经有三万六千个追随者 尽管她随后删除动态 但如此大逆不道的做法已经被网友备份 华春莹打从上台之后就以强烈作风闻名 对外炮火也毫不留情 但对外曾经失踪两次 一次去外传家中私藏五百万美金被抓 两岸原声提不住 青州已过万重山 另一次则是在2019年初一口气消失五个多月 尽管两次都成功回归发言台 但这次武汉疫情先是不小心说溜嘴 爆料中共早知疫情 各位记者朋友好 我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欢迎大家参加外交部首场网上例行记者会 接着又搞出乱案战风波 不管是守华还是真心话 中国茶壶内的肺炎风暴 或许已经逼紧费点 三点新闻终于好报道